女孩掏出臭袜子闻了闻 嫌弃的往后一丢 袜子居然弹了回来 女孩意识到了什么 站起来回头一看 直接两眼一闭晕了过去 相信这部电影 是很多小伙伴们童年的回忆 小幽灵名叫卡斯伯 他非常想要一个朋友 但当人们看到他 第一反应都是这样婶的 好在卡斯伯还有三个幽灵叔叔陪伴 才不至于那么孤单 直到这天 女孩小美和父亲 入住了这栋古堡 卡斯伯得知消息后 未尽心思打扮自己 可刚打了声招呼 小美就被吓晕了过去 父亲听到动静赶过来 可当他看到卡斯伯的时候 眼下的惊声尖叫起来 第二天醒来 小美被迫接受了卡斯伯的存在 看着对方不再害怕 卡斯伯亲自下厨 做了一份丰盛的早餐讨好小美 一人一鬼就这么成为了好朋友 可当小美的同学们知道 卡居然住在鬼堡 纷纷开始嘲笑小美 还表示万圣节舞会可以定在他家举行 氛围感一定满分 此时卡斯伯正躲在画里 目睹着这一切 为了帮助被欺负的小美 他偷偷将同学们的鞋带吸在一起 下课铃声响起 然后 你们愿意和这个可爱的小幽灵做朋友吗 关注我 下期不见不散